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技骇人的惊悚科幻片《匿名者》 2030年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每个人都必须在眼睛内置入芯片 所见之物全都会上传到云端 芯片会自动分析你所看到的所有数据信息 人类的生活变得无比方便快捷 政府机关更是有权调取所有公民的世界影像 大叔就是有这个权利的警察 一旦接到报案,他只需要借助芯片,调取事发当时的记录 甚至还能通过旁人的视角取证,基本告别了冤家错案 但这也导致了个人毫无隐私,甚至连羞羞的画面都能跟他人共享 这天大叔在街上遇到了一个无法识别没有身份的女人 她只以为是系统故障,没有多想 直到她发现自己遇见她的这段记录,被莫名其妙地删除了 后来接连几起的杀人案,让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个神秘的女人 这些案件受害者的芯片,都遭到了凶手的入侵 他们所看到的画面,全都被替换成了凶手的世界影像 而这些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前都曾经找过一个黑客 帮他们清除记忆里不可为人所知的画面 而那个女人很明显就是一个强大的黑客 不仅能够完美地隐藏自己的身份,还能够几乎不留痕迹地删除自己和别人的交往记录 于是大叔假扮成一个无知的路人甲,伪造了一些生活记忆 装作是为了删除教肌记录,不被未婚妻发现 而找到了女人,女人非常专业地表示 他只会看大叔让他看的时间段的记忆 大叔也因此得以隐瞒自己的警察身份 就在他们删除记忆的同时,大叔的搭档在另一个房间 试图找出女人的杀人现场的法案记录 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一无所获 于是警察局派出了更厉害的技术宅帮助大叔 技术宅通过女人的芯片监视着他的生活 但形势谨慎的他丝毫没有破绽 甚至发现了有人在监视着他 警方失去了关于他的一切线索 然而相同手法的连环伤人案仍在发生 大叔不得不再次以伪装的身份接近女人 甚至和他来了,开启了一个难以万化的夜晚 不过女人的警惕性极高 提起裤子就开始查询关于大叔的过往记忆 很快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是个警察 气愤地转头就走 同时大叔听到房间里传来枪响 搭档死于非命 而女人也不见了踪影 此后大叔的芯片被黑客入侵 眼前经常出现一些恐怖的幻觉 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甚至有一次看到的是空旷的街道 实际上却是直接开进了穿流不息的车流中 差点被撞飞舱命 随后又在幻觉中失手杀死了自己的邻居 他被隔职调查 眼前所见再也不是真实 眼睛不需要了 可以卷给有需要的人了 他顶着主角光环找到了警方 都找不到的女人 却被女人告知 凶杀案与他没有关系 还出示了自己的视觉记忆给大叔看 大叔相信了是有人在陷害他 而后大叔的芯片再次被入侵 他的眼前出现了和莲花杀人案一样的画面 凶手在拿着枪指着他 一声枪响 大叔倒地 原来凶手正是警局的技术宅 他仰慕女人高超的黑客技术 变态地想要他教教自己 正当他准备解决掉大叔的时候 大叔被利用被劫持的视觉影像 成功预判出了技术宅的位置 开枪打死了他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女人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行事作风 将自己和自己的隐私隐藏起来 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只是不喜欢摄人监视的生活 所以科技真的让生活更美好了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去看恐怖片哦 科幻之间等你看尽各种精彩科幻内容 休息就啦